大家好 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DOT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时事解读话题是 习近平特事负责台湾事务 预示台海安全走向 这个话题会分成三个要点去讲 首先多谢大家对我们透视中国的支持 多谢在影片下面留言支持的朋友 那些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没关注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和按影片右上角的小邻邦 打开提醒功能 看完节目后请记得点赞 转发和留言支持我们 我们透视中国根据对局势发展的预判 评估中共政权倒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所以决定在今年推出了 适合大众新会员的产品 年费是299美元的时事分析简报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历史的时期 解体中共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让更多人及时了解中国的局势变化 作出正确的选择 从订阅的情况和会员的反馈来看 我们的产品调整的决定看起来是对的 其中一个刚刚从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王先生 他在客户见证里就这么说 三年来通过关注透视中国团队的研究分析 提前做了很多准备 不单止保护自己家人 免遭劫难 还避免了很多损失 对投资也极有帮助 他还说 深入阅读透视中国的分析报告 获益非钱 今年他也参加了透视中国的 2023年中国展望的直播演讲会 后来他说给我们知道 他反复看演讲会的回顾节目三四次了 发现他自己错过了很多的细节 他觉得我们的分析每一条都很关键 但是一如大过了 这位朋友的反馈就很中狠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讯息量是比较大 我们的演讲会时间是有限 我只能够是浓缩来说的 还有不少看过演讲会的朋友 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反馈 在这里就多谢这些朋友的建议和支持 有不少朋友就希望我们透视中国的节目 可以增加出版的评论 大家看到我们这期节目 我就在书房拍摄 为了减少制作的流程 省时间 以后我会尽量增加节目的出版的评论 计划是每个星期出一个节目 只是针对一个问题来说 时间就尽量控制在10分钟左右 如果是有需要从宏观大局去进行解读 才可以讲得清的话题呢 那时候我再考虑做比较长的节目 我在之前的节目和年末演讲会 就和大家讲过了 根据我们的观察 2023年是更动荡的一年 中国很有可能会发生巨变 从最近一些人事的变动来看 似乎是印证了我们透视中国对习近平的政治处境 和对台政策的判断 在12月28日大陆官方媒体报道 已经67岁曾经担任过习近平特事的宋涛 接替了65岁的刘杰一 做了中央国台办的主任 宋涛曾经做过中联部的部长 他在2022年6月就被增保为全国政协委员 并且担任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 当时宋涛已经超过了65岁正部级退休的年龄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宋涛退居了二线 而之前宋涛是没有处理台湾事务的经验 也不是第20届的中央委员 中央国台办其实是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 是一个机构两块牌而已 这是一个正部级的机构 以前的中央国台办的主任 都是由中央委员来担任的 中央国台办的主要职能就是 去研究制定和执行中央对台工作的政策 协调制定涉及台湾的法律法规 与台湾政府签署协议文件 协调两岸的通游通航通商事务 处理那些涉及台湾的重大事件 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去与台湾进行交流和合作等等 我要讲的第一个要点是 对宋徒的人事任命外界是怎样去解读的呢 我们观察到一些观察家就认为 非中央委员的宋徒做中央国台办主任 看起来不像是对台工作的负责人 更加像是习近平的联络人 宋徒领导之下的中央国台办可能就不像以前那样 做两岸事务的协调人 包括帮台商在中国投资和解决他们的问题等等 这些观察家就认为 鉴于宋徒他不是中央委员 他将会很难去协调地方政府官员去处理台湾事务 因为那些身为中央委员或者后保委员的地方官员 可能不会给他面子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要点就是 我们透视中国是如何去解读宋徒的人事任命 我们透视中国就认为 习近平选宋徒做中央台办主任 预示着习近平他要亲自管理台湾的事务 他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来执行他的命名 虽然宋徒和习近平都曾经在福建做任职 但是宋徒当时就不是习近平的下宿 宋徒他不到18岁作为知青插队到福建沙苑 之后一直在福建的国企做事 直到2001年通过外交部的首次公开选拔 做了外交官 习近平上台之前 宋徒已经是官治外交部的副部长 习近平上台之后 宋徒是得到了重用的 在2015年的11月 宋徒就撤退了江派的官员王家裔 做了中联部的部长 并且多次作为习近平的特使 去访问朝鲜、越南、古巴和其他国家 习近平为什么看对宋徒呢 我们可以从新华社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一篇 介绍习近平怎样亲自谋惑部署 亲自指导把关 去选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的报道里面 去看到习近平的用人标准 那文章就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说 他说选人用人第一位的是政治标准 那习近平的政治标准就是 官员要做到两个维护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那也就是说 宋徒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 他是习近平的人马 宋徒做中央国台办主任 也印证了我们在2022年 中国展望里面的预测 我们说习近平可能会打破政治规则 任命他的盟友担任重要职务 正因为宋徒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 虽然他不是中央委员 但是地方官员会认为宋徒是习近平对台工作的特事 他的政治地位是反而比一般中央委员更加重要的 地方官员为了在习近平领导层里面建立他的政治资本 提升他们的仕途前景 是反而会去巴结宋徒的 所以我们对中央台办以后很难协调地方的对台工作的这种解读 是持相反的看法 因为习近平重用退居二线的亲信 去担任重要职务已经是有先例的 比如已经退居了二线的全国政业副主席夏宝龙 他就做了港澳办主任 退居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骆惠宁 和应勇又分别出任了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和最高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的重要位置 我们还认为宋徒的人事任命 亦预示着习近平对台政策的走向 并且印证了我们对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 和二十大人事调整的观察 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普遍认为 更加专制的习近平武力攻台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而我们的观点和主流媒体大部分的观点是不同 当时我们就分析 监于中共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和外部危机 现阶段习近平领导层的优先事项 是避免和美国和他的盟友发生正面的冲突 包括台湾的问题 只要台独没有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他还没解决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经济问题之前 武力攻打台湾对他和政权来说都是弊大于利 再有就是我在以前的节目里多次解释过 习近平上台之前是没有他自己的派系 官场里面很多的官员都是和江派有关系的 过去的外交系统包括港澳系统 对台事务系统都是江派的官员控制的 这些官员暗中就制造麻烦给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就要安排一个忠于他的亲信来控制中央国台办 防止政敌从中捕乱 升级台湾的冲突 在混乱的时候拉他下台 我要讲的第三个要点就是 松涂的人事任命预示局势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就观察到了松涂的人事任命 还意味着习近平将要对台湾事务系统进行整肃 他的这些手法就类似于夏宝龙和骆惠宁 接手港澳系统之后的情况 我们看到了 习近平的人马在2020年初接收了香港之后 大规模就清洗中联办的官员 然后就杀鸡警候 重新去调整香港的政商关系 2020年7月到9月 香港警方拘捕了61个参与元朗袭击事件的兇徒 2021年3月香港廉政公主 就调查了亲共商人村屋大王王光荣 9月中共就限制香港商业精英家族 在香港特首选委会里面的名额 还警告他们 不要试图做获影响香港特首的选举 我们还观察到 上年12月中 台湾外交部部长 吴超舍 他在英国《卫报》的专访里面就说了 习近平对党内对手的整肃 切断了两岸仅存的少数非官方联系的管道 两岸沟通可能就更少了 吴超舍他还说 台湾过去通过台商和和中共关系比较好的学者 和北京维持着一些沟通的管道 但是自从习近平对党内进行整肃之后 和习近平他在中共二十大连任之后 这些管道就关闭了 这就说明习近平他是不承认过去江派控制的台湾事务系统时期 和台湾政府建立的非官方管道 或者可以说是他不承认过去台商在江派时期建立的政商关系 再有就是北京很可能会继续以军事演习来恐吓台湾 还会对台独发出严厉的警告 那么有关送途人士任命对台海安全影响的解读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2023年动荡的中国局势发展 和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向 想要及时了解两岸关系和台海安全的分析 可以去看透视中国2023年预测中国演讲会的回顾节目 或者订阅透视中国的时事分析简报成为透视中国的会员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请点赞和传播这个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更及时的深入分析 就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 多谢大家下次再见